罢韩投票在明天就要登场了 外界推估要是罢免案成功通过 那么下一个被罢免的目标 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柯平先开玩笑说 会推荐先去针对新北市长侯友宜 不过他也直说 认为中央政府一定会像追杀韩国瑜那样 来追杀他 更坦言 其实台北市民讨厌他的比例 刚好就是四分之一 要是有人提罢免 一个不小心有可能会通过 民进党执政政府 是不是像追杀韩国瑜那样追杀 我不晓得 我希望不会 一定会 被问到罢韩 如果真的通过 下一个被追杀的会不会就是自己 台北市长柯文哲回得很直接 认为执政党一定不会放过他 第二个敌人是谁 我会推荐侯友宜 侯友宜 不忘啦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垫背 柯平企图转移炮火 面对罢韩情势 更是顾左右而言他 这个选罢法规定 选举前十天不准 不准 不准对这个民调有任何的 这个发表意见 不然要罚五十万 罢韩门槛下修 只要四分之一同一票 就能让市长卷铺盖走人 柯市长坦言 想一想真的觉得好可怕 你觉得台北市讨厌你的人 有没有超过四分之一啊 刚好差不多 刚好差不多 所以万一有人提要罢免 你也可能会过 不小心就会过 不必会承认 要是真的有人提案 自己就在被罢免的边缘徘徊 而被问到铁路杀警案 李承翰的父亲悲愤辞世 柯市长也忍不住替他保局 他是说吐血死亡 不好意思 他送来家医院的 未出血会死掉 这才是奇怪 这是我治疗的 一般未出血死掉 但是你针对 不改意识本色 专业角度分析 但面对敏感的罢免议题 低调冷处理 唯恐成为下一个目标 记者林山川 无销三里合肉 特别报道